少爷 吃饭了 少爷 您快开门 您早饭也没吃 甚至怎么受得了啊 开开门呐 少爷 吵什么吵 家里有没有死人 大小姐 少爷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肯出来 让我来 哥 快开门呐 哥 你抗议归抗议 这饭总得吃吧 要不然怎么继续和妈逗下去啊 哥 这饿坏身子自己倒霉啊 哥 你快开门把饭吃了吧 哥 我是爱梅啊 哥 我是爱梅啊 哥 会不会出什么事啊 你是说 少爷会不会想不开啊 那怎么办 我得找我妈去 别去 太太交代了 没事不要给她打电话 你别出她眉头 发生这么大的事还不损事啊 可 万一少爷只是睡着了 我不想爱太太的妈 那万一不是呢 不行 我得去找我妈 六条 六万 元二太太 艾梅小姐来找您 各位阿姨好 好好好 妈 你怎么来了 我 我 有话你就说嘛 别吞吞吐吐的 打牌打牌 没看见我在联装呢 下留点事 想让你回去处理一下 哟 那怎么能成啊 今天你妈是一吃三 我们不放她走对吧 对啊对啊 这才打到西风溪 再怎么说 你把北风打完了呀 就是打完了 来啊 来 八条 六万 我待会就出来啊 三万 哎呀你去了 你妈打完就回去了啊 那你快点啊 好好好 快去了快去了 六条 哎呦 去 谢谢 哎呦 心肝宝贝 想死我了 你干什么你 不好意思啊 我认错人了 以为是叶上海的双双小姐 你眼睛瞎了吧你 把我看成是那种女人啊 哎 小丫头骗子 你还挺厉害 我问你 你是什么人 到我家来干什么 我 我来找我妈 你妈是谁啊 王彩琳 哎呦 李总长你今天回来的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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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琳啊 女儿都长这么大了 真看不出来啊 不就是命苦 才早早找人嫁了 哎 艾梅喊李伯伯 李伯伯 哎 好 好 你这女儿 出落得如花自欲 挺招人喜欢的 那是你不嫌弃 哦 我们有点事先回去了啊 好好好 再见啊 慢走啊 好 再见 小丫子 够辣的呀 崇伟 你开门哪 耍性子也要有个限度啊 你再不开门妈生气了啊 妈啊 没有用的 我和阿江两个人的嗓子都快喊哑了 阿江 找把狼头把他撬开 是 崇伟 哎 什么时候跑的 素素 崇伟 素素 崇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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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几天了 你到底有没有跟你妈妈说啊 怎么样 应该给我个答案 素素 我真没用 我不值得你去爱 你还是忘了我吧 过一阵子 我的肚子 会越来越大 你让我怎么面对啊 你是堂堂云霞大少爷 你要是娶了一个女工 外人知道了军会消掉大牙的 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除非我死 你在你和我妈之间 我只能选择一个 素素 原谅 原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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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在妈妈肚子里要乖 你爸爸 是个负责任的好人 他一定在为我们的将来做打算 是个负责任的好人 我一直在为我们的主持人 是个负责任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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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她说 是个负责任的好人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围 别躲着我 我要见你 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都可以 只有让我见你一面 叔叔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 天哪 我该怎么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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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 还在看呢 我呀 准备把这个装修和档次再提高一层 你看 你看这个阳台对着这个花园 视野特别好 如果我在房子里面装修 把格局整个再调整一下 一定非常抢手 东霖啊 我有事要跟你商量商量 什么事 上回我们说过 现在时局不好 我们把邵氏地产的事业弄到香港去 我看现在是时候了 不行 我现在啊 正想在这个工程上大拼一场现在这个时候 你真想得出来 先让一鹏过去成立个分公司 他自己还没长什么本事呢 就敢去独当一面 我说你也真放心的下 香港有大姐 大姐夫嘛 不会有事的 光靠别人能过一辈子吗 现在这个鹏屋工程啊 正是考验他能力的时候 你就别出搜主意了 你就听我一次 行不行啊 你到底是怎么了 干嘛这么急啊 为什么这么急让一鹏离开上海啊 我还不是为了一鹏 风春啊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跟上次警察问话有关啊 你可别往歪了想啊 这所有犯罪的事跟一鹏都没有关系 再说离开上海又不是一鹏的主意 那你急什么嘛 我是替孩子心里着急 现在外面风言风语的 已经影响了一鹏的心情 我怕时间长了 孩子心里难免受到影响 先让他离开上海 等风平浪静再回来好不好 别人爱怎么说就让他们说去吧 只要我们行得正做得端 怕什么 可一鹏毕竟是个孩子 他怎么会不受到影响呢 就因为是孩子 才要让他好好地磨练磨练 可是 行了 你想不想你的儿子有出息啊 我 一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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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吓死我了 妈 你进来怎么也不敲个门啊 我敲过了 你根本听不到 一鹏啊 自从上次警察来了以后 你整个人疑神疑鬼的 我告诉你啊 你再这样下去 早晚让人怀疑 这件事情不了结 我永远都不得安宁 你要稳住 你爸爸很敏感的 我今天就说了一句 让你去香港 他就起疑了 你可千万不能让你爸爸 看出破绽来 上次是糊弄过去了 可是以后呢 谁知道又会跑出什么证据来 而且法院马上就要开庭了 我这两天天天做噩梦 我真的很害怕他们闯我出庭 你放心吧 在法院开庭之前 我一定上下打理好 还在那里不去 我已经不去 我总就想说了 好 哎哟 我我也在还有 你让这个材料 你现在让这个时间了 situational 你好 你能让这个人 人的 那边出来了 出来了 出来了 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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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拿 把我给 郡城 不要紧拿 郡城界线 去报告 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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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紧拿 不要紧了 你呢 往后站 君强 往后跪 往后站 不要急 快去不要紧了 往后站 等候 君强 别让你让你让 君强 快许 君强 快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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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强 快许 快许 不要紧 你不要紧 君强 我十秒往前走 君强 快许 君强 君强 到君强 快许 君强 快许 君强 别紧了 别紧了 君强 白雪 我许冤枉的 我知道你是冤枉的 我知道 快许冤枉 白雪 君强 把我许冤枉 我许军 君强 君强 君强我知道 你是冤枉的 君强 不是冤枉的 君强 君强 白雪 白雪 君强 别跑 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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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回来 我等你 君强 快许 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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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 我等你回来 君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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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强 君强 想躲我 没那么容易 我又不是怕你 我没有心情跟你吵架 你让开 好啊 只要你承认 郡超之所以落到今天的下场 都是你害的 我就让开 怎么 说到你的痛处 无言以对了吧 玉艾雪 你要是还有点良性的话 你就不要再纠缠郡超了 听到了没有 还好意思哭 你就算是掉了一缸子的眼泪 也洗刷不了你的罪孽 这就是你执迷不悟的报名 你好 你是爱雪吗 你好 我是郡超的同事 我叫朴石 我常听郡超提起你 我也常听郡超提起你 一直没有机会见面 没想到 在今天这种场合 刚刚在法院门口 我就想跟你打招呼 可人多嘴杂 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所以就一路地随你过来了 有什么事吗 郡超就是太善良 太固执 所以才会让那些人有机可乘 不过你放心 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那你的意思是 你已经找到有利于郡超的证据了 目前还没有 不过我会继续追查下去的 由于我了解的有限 所以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协助 我很愿意的 我们要随时保持联系 好的 我现在只能拜托你了 我希望能够借助你和报社 还郡超一个公道 我在这儿 谢谢你了 这是哪个话 郡超和我是同甘共苦的好兄弟 我也希望他早日喜情冤屈 再回报社 和我一起共事 谢谢你 谢谢 就照我说的办吧 好 这位先生 你找谁 我想找你们 这么一大会捐回来 是啊 麻烦您转交给史家和陈家 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我是新报的摄影记者 我叫朴时 我想找一下你们的副总 邵一鹏先生 麻烦你帮我通报一声 不好意思 我们副总不在 即使在呢 也不能接受你的采访 他不在没关系 我可以在这里等他 这 小马 副总 什么事啊 邵先生 我是新报的记者 您是不是能给我点时间接受采访 来吧 好吧 朴时先生 我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有什么事 直说 少先生 听说您跟史俊超是情敌 有这么回事吗 对不起 没有 可据我了解 你们在同时追求一位女孩子 不是吗 非常抱歉 你的消息是错的 我跟史俊超认识 仅仅是因为彭屋拆迁的事情 也就说 你是他的手下败将 你协愿报复 所以非拆迁不可 朴时先生 我说你究竟有没有在听我说话 你再这么自说自话 我完全可以拒绝你的采访 彭屋失火出了人命 你因为良心不安 所以才派人捐善款 是不是 放死 你再怎么学口喷人 我完全可以告你 小马 孙科 少先生 对不起 请你出去 扣 我话没说完呢 我告诉你 如果你想利用这个炒新闻帮你报销促销 门都没有 对不起 请你出去 邵先生 邵先生 邵先生